爸 你放心 我马上会去取一套 你放心吧 我走路里下来 您好啊 对不起先生 请问您是 我来公司拿个文件 这不都年三十的 公司不都早放假了吗 经理说得留下来个值班 要不然就扣钱了 本来这年金没有讲究没有 这工资再一扣 这一年 你先回家过年吧 跟家里人好好吃个房源饭 过什么年啊 你是干什么的 那经理 他回来取文件 我就陪他拿一下 等会儿 你哪个部门的 搁人家乘什么脑 赶紧坐坐坐 我问一下 他为什么不能放假 你想放假吗 想回家过年吗 问你呢 听见了吗 听见了赶紧滚 干我去送女人 我让你天天放假 战友 公司给每个员工的年终奖去哪里了 你混什么的 你个小员工哪有什么年终奖 胡说八道 你明天不用来了 我看你真不用来了 叶总 叶总 给我查清楚咱们公司年终奖到底确定哪 要是让我知道谁在中间苛扣贪污 绝对饶不了他 好了 叶总 您就是叶总 我错了 是我原来不是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公司发年终奖 却为了奖金员工 你不仅私自苛扣贪污送你 还压榨员工 公司都为你这样的人搞垮了 你好大的胆子 我错了 我错了 大过年的 因为你麻烦你啥不值得 把你苛扣的就给我挨个道歉挨个补上 还有 你的全部奖金分给员工 听明白了吗 预备 预备 快 快回去吧 就给拿给家里人 酒疼啊 下班补充了 谢谢 谢谢叶总 回家吧 不好文件 叶总 您要来等你 替我走楼机 吃鸡汤 吃鸡汤 这个味道 他怎么在这 叶总 只有三个的一手车 我跳出去了 没有叶总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剩下的 交给我 这样是吧 这是什么 跳步离山 还是蛮幸福 这些 我都玩过 混蛋 你将脸 美修学员 干的不错 回来吧 好 我开始 展开 无讶 不要 这 眼睏